臺北市保護傘餐廳協助在臺 尋求庇護的香港人工作 但是今天凌晨卻經傳火警 警銷初步研判是飲料機台電線走火 保護傘餐廳也表示人員沒事 但是機器 貨品 家具 食材等等 全部都報銷了 損失慘重 消防人員破壞鐵捲門 順利進入店內 拉水線灌救 位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的 這家保護傘餐廳 提供瞭望臺灣的港人工作 協助在臺安居 二十號凌晨三點半卻驚喘火警 警銷火爆後 隨即派員前往搶救 協助樓上八名住戶疏散 索性沒有人員傷亡 火勢在凌晨四點左右 副席 那發現六十八隻二是有火蛇 大量冒出 然後我們趕緊請同仁 把水線撤出來 然後再積極搶救六十八隻二號 那個起火戶 那火勢很快就撲滅了 警銷初步研判 起火點可能是飲料機台電線走火 排除人為縱火 至於詳細起火原因 還需要進一步勘察 保護傘餐廳則在臉書報平安 指出福士金餅店內失火 全店燒焦燻黑 隔壁的二店餐廳店面也受到波及 相關機器 貨品 家具 食材 來全部報銷 損失慘重 因為疫情的衝擊已經就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後來就決定說 那就轉型做線上的冷凍包 對 那餐廳這邊就先暫停停業這樣子 對 就沒有想到就是在這個月 因為其實也剩兩個禮拜 對 就沒想到就是又發生這個事情 保護傘餐廳進來因疫情重挫 資金見底 十二號才宣布要轉型 關閉實體店面 轉往網路銷售 餐廳最後的營業日為二十九號 卻在籌備冷凍調理包前碰上大火 因此保護傘餐廳也宣布 即日起暫停營業 訂單同步暫停出貨 支持者則在臉書聲援 期許盡早渡過難關